从我们认识到结婚 我们的感情越来越薄 来一起越来越没意思 每天跟我大小生说话 时间长了 谁说得了 我不家不说 还总是出去玩 连家庭观点都没有 我觉得都是他太挑剔了 到现在 还有别的人 进入我们的感情生活 这样下去 我们的日子还能够继续吗 结婚没太久的夫妻 她没有有怎样的困惑呢 来吧 一起认识一下 两位男女嘉宾 掌声有请 丈夫熊先生29岁 来自湖北 是一名公司职员 有请 妻子王女士30岁 同样来自湖北 是一名财务人员 有请 欢迎你们 结婚几年了 三年了 我们是06年相识的 13年结了婚 结婚了之后 我们有了一个 三岁的女儿 其实结婚之前 她这个人挺善良 挺单纯 而且心思很吸引力的 但是结婚之后 她整个人就感觉 换了一个人一样的 以前对我呵护有加 但是结婚之后 连陪孩子的时间也很少 她结婚之前是一个 足球训练员 那个时候就挺着女孩喜欢的 现在她就在一个公司上班 然后他们这个部门 就一起也就四个人 其中三个都是女生 还有一个女儒师 就比她小两岁 这个女生就离我们家 也住的不是很远 就大概十多分钟 他们每天上下班 就一起上下班吧 当时我也觉得就是同事嘛 而且她也是那种 非常挺热心快肠的那种人 就没在意 就上下班就上下班嘛 就顺带嘛 反正咱们家都离得都不远 但是有一次 她跟我吃饭的时候 就无意之间透露了 这个女孩就问她 就问你不觉得 你结婚你后悔了吗 你没觉得你老婆越来越老 现在越来越丑了吗 这样的婚姻生活有意思吗 当时我就觉得来气了 我们两个人过生活 跟她有什么关系啊 她说这种话是什么意思呢 是挑拨我们之间的关系吗 我直接回绝了她嘛 我要她不要再说这种话了嘛 那你直接回绝就完了嘛 怎么回家还告诉老婆呢 我只是说让她知道 我在外面遇到的事 我跟她说嘛 其实当时她这样说了 我也就没放在心上了 但是有一次呢 他们就是大概两个月之前嘛 他们公司都已经翻了家了 就是现在回家也得至少 也得半个小时的车程 有一次吧 我要到他们公司附近 去办个事情 就顺带坐她的车一起顺路吧 她当时就在家支支吾吾 就不停地图时间 我说到底怎么回事啊 还不去吗 你公司上班的时间都来不及了 她就说我们等一下走的时候 估计还要稍微顺路绕一下 接一下那个女同事 我想怎么回事啊 当时不跟你说得很清楚吗 少跟这种人接触吗 你当时不是答应我 保证得好好的吗 怎么已经搬到公司了 你已经离家很远了 还要绕路去接她有一次吗 因为我们公司的情况 属于做一个金融公司嘛 然后我们属于企业组 就专门是做企业贷款这一块的 然后我们的组员是个女生 因为女生对客户的交际比较好一点 然后我们有时候上班的时候 我为什么要接她 因为有些比如说一个案件的话 我们要及时的沟通去了公司 直接就可以把效率提高一点 是因为这种情况